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跑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昨天中國跟俄羅斯 這一個轟炸機直接騷擾日本 跟這一個南韓的空域 美日同一時間立刻反擊 同時美韓立刻試射了 地對地的飛彈 那這裡頭當然是在反擊 北韓金小胖的囂張 可是同一時間 東北亞的軍事衝突跟對立 是全面的拉高 而外界正在觀察的是 包含日本國會議員 今天要求日本的自衛隊 將來也要來台海巡邏 而捍衛台海 同時為了反擊中國跟俄羅斯 日軍也秀了相關的軍事肌肉 好 東北亞的這一個軍事衝突對立 還在拉高的同時 今天美國國防部長奧士丁有公開的演講 他說要團結對抗中國的侵略行為 整個華盛頓跟美軍現在都把焦點放在中國 而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台海 紐約時報特別評論 台海的政策這一次很有可能有所調整的同時 豪租的戰略可能是未來嚇阻中國的台海戰爭 其中一個重要核心戰略 而另外一個部分在台灣 今天本土的疫情事實上仍然在高原期 而重重症的人數來到333個 死亡人數突破100個也使得外界關心 這波疫情究竟要延燒多久 昨天晚上事實上 蘋果日報有新的網路民調 在這份民調當中 陳時中領先了蔣萬安10個百分點 不過一方面疫情就是選情 另外一方面 全球還有一個重大的經濟變數在中國 特別是國際媒體評論 中國的硬封城幾乎是經濟自殺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洪友祥醫師 大家好 再來是李正浩 大家好 再來是王智盛 大家好 再來是財政專家陳薇良 大家好 再來是明傑 大家好 好 正浩剛剛看到的是索羅斯 在達沃斯經濟論壇的公開演講 他一方面評論習近平未必能夠連任 他一方面擔心俄烏的戰爭 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 尤其是東北亞現在的局勢 跟軍事的對立衝突拉高了 沒有錯 但是 中北亞的軍事衝突拉高 可是問題是 我們看到美國日本跟韓國 回應更強烈 這才是有趣的地方 第一件事情 當然因為這次拜登亞洲行當 是拉幫結派 想要把日本韓國都拉在這邊來圍堵中國 所以北韓跟中國還有俄羅斯都有所回應 北韓第一個在昨天5月25號試射三枚彈道飛彈 一個洲際兩個中短程 那洲際的飛彈看起來後來撤離 飛了大概540公里左右 兩個短程很有趣 一個飛了360公里 另外一個飛了20公里就不見不見 就表示好像試射失敗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北韓妥善率不佳 大家也看他有點看破馬腳 但是北韓還有做核指示爆 可是問題是當這件事情全部都做完之後 過去韓國人面對到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低調的 尤其是文在寅的時候 文在寅你只要在北韓 只要一次射飛彈馬上就求了 說我們要談等等等等等等 可是這次第一件事情 南韓跟駐韓美軍 直接回射飛彈回去 回射飛彈回去 這是非常非常罕見 多罕見 時隔四年十個月 什麼叫四隔十年十個月呢 韓國總統一任五年 所以意思是文在寅上任一兩個月之後 就再也沒有做過那麼強硬的策略回應 所以現在感覺整個南韓 真的因為跟美國走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換了總統之後 以寅願之後 對於整個北韓的態度 對於北韓中國態度 完全不一樣 越來越強硬 另外一件事情 南韓還同時有30架F15 可以做所謂的大象漫步 我們都知道大象漫步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 很典型的秀肌肉的畫面 就是說這源自於美方嘛 他只要秀肌肉就是大象漫步 然後這大象漫步呢 因為F15K 他就是F15的韓國版 那這F15K呢 F15主要是戰轟擊嘛 轟對地的 所以對於北韓來說 打北韓這種國家剛剛好而已 你不需要什麼什麼F35 F22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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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那麼先進 所以這個東西喔 也給北韓很大的壓力嘛 可是另外一個 我另外要特別在這邊提示 這個畫面 這是ABC的ABC記者喔 跑去美國 緬英號的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去採訪 這很有趣喔 因為呢 緬英號的核子動力潛艦 應該要講美國有兩種核子動力潛艦 一種是所謂攻擊型的核子動力潛艦 它上面有非常多的戰斧 大量的53輛左右 那這些戰斧 它是會浮上來的 可是這個喔 它上面擺的是核彈 美國只有14架 它原則上 潛下去一輩子幾乎都不會浮上來 它就算要補給喔 它也不會完全浮上 它會有潛艦的補給船 船在上面 核子東西潛艦在下面 從來沒有媒體上面拍過 第一件事情喔 美國 你要核爆是不是 你要試射導彈 來我給你看 什麼東西在你家門口 他直接派著這個記者 你看在這個龜背上面 去做採訪 然後呢 他進到這個裡面 彈艙裡面 他說什麼 這邊是這個美軍的休息室 就睡覺的地方 他說 他說這個紅色管子 就是核彈孔 這個核彈的導彈 就從這邊發射出去 然後他還特別拍這個 這個 它 弄在FIRE的上面 就是他 他有三個嘛 一個是HOLD 一個是TEST 一個是FIRE 他放在FIRE這邊 他撥到FIRE這邊 所以這個才叫做核彈級的這個東西 這是從來史無前例 沒有公佈在媒體面前的 所以老美的態度很清楚嘛 你今天要給我試射飛彈 你要跟我搞核爆 我就讓你看看什麼叫做真的核彈 因為核三位一體 空色型 陸色型 跟淺色型 最害怕的就是淺色型嘛 另外喔 美國還跟日本自衛隊 日本自衛隊派F-15 美國是親身的美軍經濟派F-16 一起喔 一樣 聯合飛越日本海 做領土的維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件事情上就是說 過去喔 在日本跟韓國在面臨到 不管是中國挑釁或北韓挑釁的時候 都是相對收斂的 可是現在可以看到 你就算應該挑釁 由老美代表給你非常強硬的回擊回去 這個就是政治氛圍的改變 跟國際政治氛圍的改變 另外呢 好那剛剛談的都只是秀肌肉部分 你實務上你要增強對不對 美國印太司令同時宣布說 駐日美軍的第242攻擊中隊喔 全速晃穿成F-35B 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訊號 為什麼 因為這是第二隻喔 因為F-35A 這是美國空軍版的 就是正常的起降 F-35C是短場起降 是航空母艦版的 可是F-35B是垂直起降 這個呢 非常適合日本的出雲號嘛 因為他是直升機航母去改裝的 其實你仔細看出雲號改裝完後 他那個上面畫的這個標線喔 完全走美規 跟美國兩棲攻擊界 就美帝尖號兩棲攻擊界 上面畫的標線 隔線是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真的遇到戰爭的話 這個F-35B是可以直接在 出雲號上面去做所有的 垂直起降跟降落的 這些東西都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老美回到亞洲的時候 應該說拜登回到亞洲之後 整個亞洲的態勢不一樣 更讓我們驚訝的事情是 同步的美國竟然公布這個畫面 這個是美國的假想敵中隊 這個是F-48 超級大黃蜂 然後呢 它裡面 你在尾巴上竟然弄個五星 就是中國解放軍的 八一解放軍的logo 意思是什麼呢 這有更大 這邊更好看這個 對不對 意思是什麼 未來美國的假想敵 從以前冷戰時期的蘇聯 到後來的俄羅斯 到現在的中國 代表美國戰略的改變 戰略敵人從蘇聯到俄羅斯 到中國 完全要對整中國 這整套都可以看到 拜登的這次亞洲行 真的收穫滿滿的 好那明傑剛剛講到 中國俄羅斯跟北韓的挑釁 美日的這個軍事反擊 跟美韓的軍事反擊 也立刻回應 對是的 這個美國總統拜登 這次亞洲行 那還沒離開日本 中二先出動六架的這一個轟炸機 那這個穿越對馬海峽 那對這一個日韓 那美國來進行所謂的威責 那拜登前腳一離開 後腳北韓馬上在5月25號 試射了三枚飛彈 這三枚飛彈 其實分別是火星17 這洲際彈道飛彈號稱可以打到 這一個美國本土 另外第二枚是失敗 第三枚是KM-23的戰術導彈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個所謂的火星17 基本上你看這個長度有將近26公尺長 那火星17算是現在北韓最新的 先前是成功試射火星15 火星17先前也失敗過 那這一次應該是成功試射 其實我們在觀察它的一個射程 不是說看它飛行的距離 應該要看它飛行的高度 像它這一次試射的高度 達540公里 換算其實基本上可以打擊到美國本土 我們如果來看下面這個CSIS智庫 它的一個北韓飛彈的各式 是比較表可以看到的 其實最邊邊最長的這一管 就是這一次的火星17 那射程應該超過1.3萬公里資源 也就是換句話說 確實是如果搭載核彈頭 是可以威脅到美國本土 同時第二枚跟第三枚被外界 南韓軍方評估應該是 短程的戰術導彈 是最前端這個比較短 比較小的這個KM-23或24 那射程這一次 本來預估它的射程最遠到600公里 表示這一型的飛彈確實 射程也增加 那這個部分是針對南韓或日本的部分 那同時當然這剛剛談到說 這一次也是 美韓也大動作反擊 那同時也測試 美韓 美軍跟南韓共同發射 這個所謂的彈道飛彈 那這個所謂彈道飛彈 當然不是朝著北韓打 也是在它的一個進行 所謂的飛彈試射的一個場域 不過這個聯手確實是從 2017年北韓 這個核四報之後 首度共同來發射這樣飛彈 發射什麼飛彈呢 駐韓美軍其實發射了這個 AT-ACMS 我們看到就是說 AT-ACMS 基本上來講 過去這個是駐韓美軍已經進駐 但是它不是用M-142 可能是M-270的履帶式 其實它的一個外觀 接下來我們台灣也會採購64枚 M-57的戰術導彈 中間這是AT-ACMS 另外這個是我們昨天 其實才剛談到的 旋武二型 就是韓版的AT-ACMS 這兩型導彈射程 將近都是大概300公里 外觀非常的相似 也就是說 昨天南韓的軍方 跟駐韓美軍 同時試射這兩型的飛彈 這一型就是北韓試射的 KM-23也是短程的戰術導彈 當然外界也有人說 它就是北韓版的 俄羅斯的伊斯坎德爾飛彈 這樣的一個飛彈 其實我們看到下面 各式的短程飛彈 還有包含像KM-23、KM-24 射程最多是600公里 像這一個南韓的 旋武二型 其實上次對外曝光 確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旋武二型其實還分很多種 先前我們談到 它本來的射程是300公里 但是美方進一步已經開放 等於說過去因為MTC 國際管制 短程的戰術導彈 都限制在300公里以內 後來逐步開放 到後來有旋武2A、2B、2C 2C已經開放到 它射程可以到800公里 換句話說 南韓軍方自己本身 就具備戰術導彈 打擊的能力可以回擊北韓 那上面這就是ATSMS 美軍的這樣的一個短程戰術導彈 所以雙方首度聯手 這個也是五年來首見 表示說美國跟南韓 確實在軍事上面的回應 也加大動作 那除了還這個之外 空中的部分 那昨天南韓軍方 確實也是這個硬起來 那剛剛談到說 一次展示30架的F-15K戰機 其實這畫面確實非常的震撼 你看到密密麻麻的F-15K 但是我們看到 除了30架的數量之外 你看記憶下方掛了這個扁長型的 這個是金牛座的巡域飛彈 它放在最前面 展示這個飛彈 也表示它可以從空中遠距打擊到 這一個北韓 先前2017年的時候 其實南韓軍方 一度還嗆說 這樣的一個金牛座的一個 長程的巡域飛彈 可以直接打擊到 金小胖的辦公室窗口 那它的一個金牛座飛彈 其實不是南韓自治 是本來南韓軍方 一度想要跟美國採購 這個AGM-158A或B 這種長射程的 空射的巡域飛彈 不過美方並沒有同意 所以後來它轉向跟這個 德國採購 所以金牛座飛彈 基本上是德國跟瑞典 共同研發 後來採購了200枚 變成現在加掛在 這個韓國的F-15K戰機上面 當然對於這一個北韓 從空中上面 能夠有效的精準打擊 那這型飛彈 除了這個Iron X 慣性導航GPS之外 它還可以進行地形比對 甚至是可以直接有畫面 可以比對它的目標 然後精準的打擊 那這一個準確性非常的高 那除此之外 還有包含像 這個回應中俄的六架轟炸機 穿越對馬海峽 昨天日本在這個北海道 千歲機場 也派遣了四架的F-15J 還有從這個青森的三折基地 也升空了F-16 那總共數架的戰機 共同在這一個日本海巡役 同時也回穿對馬海峽 等於是給中俄一個強烈的一個回應 那日本的這個防衛像 暗行夫針對北韓這支射飛彈 也非常的氣憤 認為說在美日印澳 隔天隨即用這樣射飛彈的方式 其實就是明顯的挑釁 絕對不容許 那所以日本自衛隊接下來 其實也有非常多的一個軍演跟動作 他在5月28號 陸上自衛隊即將要舉行 所謂的富士綜合火力的演習 包含像這個日本自己研發的 這個104的坦克 或者是像15榴彈炮 甚至像這個H1S 這種所謂眼鏡子的直升機 全部都會出籠 來進行一個大規模的一個火力演習 那所以對於這一次 其實北韓射飛彈我們的觀察 其實金小胖還是不敢 跟美國正面這個衝突 所以選擇用打插邊球的方式 也就是拜登離開之後 他才打飛彈 也不敢說真的是拜登在南韓 或是日本的時候 直接進行所謂的核四報 或者是說飛彈的挑釁 那特別是因為這一次外界關注的 一個重大的一個轉變 就是南韓的總統 新任總統尹錫悅 針對這一次北韓的飛彈的一個演習 也嗆說這個整個過去安撫 北韓的時代已經結束 那事實也證明說前朝政府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已經完全失敗 所以從這一次整個拜登亞洲行 那加強美日印澳四方的一個結盟 從同時提出了這個軍事護台的一個說法 之後可以看得出來整個確實 這個中國跟俄羅斯 甚至北韓也都感受到強大的壓力跟威脅 所以軍事上的挑釁動作也會越來越多 那整個美日印澳 未來是不是也會把南韓加入 也是未來觀察的重點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烏克蘭戰爭已經進入到第92天 然後東北亞中國俄羅斯跟北韓非常挑釁喔 美日韓也立刻第一時間這個軍事反擊 然而今天喔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廷有公開演講 他說要團結對抗中國的侵略行為 而中國內部呢 事實上喔 這一個黨媒也直接下令東部戰區喔 直接在台灣周邊進行實戰的演練 而這樣的局勢喔 在美國內部喔 華盛頓各式各樣的智庫跟戰略專家喔 也有不同的意見對立 特別是戰略上到底要不要喔 再度調整 創下剛剛看到的是 美國內部喔 有一股聲音力量主導的是認為 對台灣的政策戰略模糊已經過時了 不但要戰略清晰 而且要更加的強硬 不過同一時間喔 拜登因為公開捍衛台海的這個談話之後呢 這個中國的東部戰區也進入備戰 是 中國面對拜登講說會用武力來保衛台灣 這件事情呢 終於的反應越來越升高了 所以東部戰區有他的發言人出來正式的宣布 即將要組織一個多軍兵種的聯合巡警 和實戰演練 演練的範圍會是他們東部戰區的區域裡面的海空空域 以及台灣周邊 具體的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規模多大 有多少的軍種 包括會不會有飛彈彈道火箭軍採演 還沒有公布 可是呢 當他們在昨天白天做這個宣布之後呢 昨天晚上 確實中共就有立刻的一個行動了 他們在昨天晚上 深夜 這是很罕見的 共機老台 在昨天晚上深夜10點12分左右呢 發現我們國防部也公布 有四架共機 在夜間10點鐘的時候 侵入我們西蘭空域 那個防空識別區 裡面有兩架的是殲-10 兩架殲-16 在很多年以來 很少在這麼夜間 這麼晚的時候 四架戰鬥機 來侵擾我們的西蘭空域 而且更奇特的是 國防部到目前還沒有更新的資訊 是有很多的空軍軍事迷 他們還截聽到了一個廣播 而那個廣播就不是在西南邊喔 是說我們的中華民國空軍警告 你們那個解放軍的空軍 你們已經是5900公尺高 共機 你已經侵犯到台灣的空域 在我們的東邊海域上 所以是不是在東邊那邊 還有其他的共機的飛機 也來騷擾 這邊才就是他要拉高這個情勢了 拉高這個情勢之後 整個中國的東部戰區 還有人民日報 新華網 所有人都在講一件事情 認為這一次是拜登跟台灣勾連 美國說一套 杜一套 是在鼓勵台獨勢力 所以他們一定要做反應 而這個汪文斌代表外交部 出來就左右開工了 他先警告美國 引用的是他們的愛國歌曲 《我的祖國》裡面的一句話 朋友來有酒喝 豺狼來了 我迎接你的是獵槍 然後另外也對日本喊話 因為美日之間可能要核共享 核共享之外 他就想說你們日本不要搞錯了 你們曾經是被核子彈打過的一個國家 你還要這邊核共享是自我矛盾 然後又把他們 你看央視的時候 又去播放珍珠港 想著說你們美日之間 怎麼會勾竄在一起呢 可是在這麼一個一個情勢之下 美國對台灣 土萊茲國務院出來了以後 講了一段話也蠻特別的 奧斯金講說要團結對抗中國侵略 紐約時報講說把台灣變成赤衛島 這個要更加強化 普萊斯就出來重申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沒有改變 但是加速台灣的防衛能力 鼓勵台灣推動不退陣戰爭 我們前面都有講過這個就是赤衛島 或怎麼樣 可是普萊斯裡面講話 有一件事情引起大家的好奇 他是說美國已經定期 定期和台灣就實施不對稱戰爭 裡面的最佳系統 最佳能力力行對話 他的意思是顯然我們這樣一個 在赤衛島裡面不是只是一個原則了 而且是定期的力行對話 那對於對話的層次對話的位階 當然沒有講出來 可是就像我們往這個赤衛島 美國其實有更積極的協助 那美國為什麼這麼在乎台灣 除了戰略安全戰略考量之外 經濟安全經濟戰略也是很重要 美國商務部長聯盟多 是在國會裡面 要加速推動他們的半導體的一個法案 他裡面特別提到說 其實美國裡面高階武器 70%的晶片就來自於台灣 更嚴重的是 上次拜登不是去落馬看那個標槍飛彈嗎 拜登不是講說這標槍飛彈裡面 就有250個晶片嗎 250個晶片全部都來自台灣 所以台灣的重要性 對美國來講在經濟上在戰略上 都是無比的重要 好那至少這一次拜登的公開談話 在美國內部引發非常廣泛的討論 那特別是外界觀察 在中國的經濟處在一個硬封城的疲弱之際 拜登這個警告一旦武力犯台 可能根本上會直接動搖的是北京的政權 是沒有錯 拜登一席話 在美中台都引起相當大的一個震撼 那其實在美國內部對於拜登 這一次對於說如果中國武力犯台 美國武力保護台灣這樣子的一席話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解讀 那我相信北京方面也有 可是這個解讀大概第一討論 拜登到底是有心還是無意 但是其實結論都一句話 基本上不管有心無意 基本上美國都在看北京 傳達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以前我們講武統即獨立 攻台即毀滅 簡單講就是如果你要用武力 去攻打台灣的話 那可能是習近平倒台之時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的原因很多 但是基本上大概幾個分類 譬如說之前的國家安全會議的 亞洲部的主任葛林 他就提到說其實拜登講的話 並沒有超出美國的一中政策的範圍 他其實只是把台灣關係法當中的內容 很精準清楚的講出來 這也沒有錯 因為台灣關係法裡面提到的東西就是 如果任何一方面片面改變現狀 美國會表示嚴重關切 那你對武力改變現狀 美國的嚴重關切當然就是武力相對 所以其實對於美國的很多學界或智庫 他們在解讀這個話的時候 他們也會認為拜登其實就是把 這個相關過去美國的政策更為清晰的表達 表達的過程其實就是很精準的 要告訴北京說你不要輕舉妄動 美國或許沒辦法阻止習近平攻打台灣 但是美國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 習近平如果你攻打台灣的代價是什麼 就是北京政權的毀滅跟撼動 那這樣的觀點其實包括了紐約時報 包括了之前的這個美國的APEC的資深主任 王蕭敏大概都是持這樣子的一個觀點 那事實上這個Standford的學者 這個齊凱莉也特別提到說 拜登其實不是第一個這樣講 這麼支持台灣的這樣子的話語的人 事實上小布希美國的前總統 在2001年4月份的時候 在接受ABC的訪問的時候也提 也被問到的時候他也提到說 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他會保衛台灣 而且還強調一句話 他會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台灣 這個講話也是非常強硬的 不過那個時衝背景當然比較特殊 2001年這個美中剛好在南海 有軍區擦撞的事件 所以那時候是劍拔弩張的氛圍 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基本上美國的 這個領導人其實對於說 如果中國的武力犯台 改變現狀這件事情 美國的介入 基本上武力是很直接 而且明確的選項 那這樣的過程當中 現在就討論說 那台灣這些要怎麼辦 一方面 拜登這次傳達出兩個訊息 一個就是說 美國在印太上面的部署 這個保衛基本上是存在的 但是你不可能一直只靠美國的部署 所以你會看到剛剛講 Price也好 或者是之前其實很多 美國的國防官員都提到 台灣要趕快 競速的發展所謂的不對稱戰略 那這個的思維 當然來自於 這是俄物戰爭 給美國很大的啟示 也就是說 一個弱小的國家 其實也能夠戰勝強大的敵人 那這種 透過這種所謂的 烏克蘭模式的方式 其實他想要把台灣打造成一個 不管你說好豬也好 刺猬也好 這樣子的方式 發展一個不對稱戰略 來面對中國的壓力 這個其實我們之後會看到不斷的發展 包括武器的轉移 情報的蒐集 訓練的方式等等 可能都會有一種新的 美台之間合作的模式 逐步的出現 在這個過程上 其實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探討 總結 郭文貴我覺得講的也很直接 郭文貴直接講說 拜登講這話是什麼意思 拜登講這話就在警告中說 你敢打台灣我就揍你 其實講的也很直白 這其實確實很直白 但是很精準的點出了 這個拜登這一席話的意義 那最後來講說 這次拜登亞洲行 其實你也看到中美之間的一個角力 拜登運用了對台的這個講話的方式 運用了剛剛講的支持日本參與聯合國 運用了跨德的軍事同盟 運用了美韓之間的關係 那運用了這個IPF就是印太基架構 甚至在會後 他也派出了副國務卿到這個中亞各國 等於是中俄的後花園去 所以你會看到說拜登的整個圍堵 中國的政策是非常非常細膩的 而對北京來講他現在就兩招 第一個軍機飛來飛去 告訴你我也不怕你 第二個王毅現在也出訪到南泰說 其實我也可以把他裝 我也可以到你們後花園去繞一繞 可是有用嗎 他看起來更有一點還是在印太地區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這個階段我們要特別透過視訊連線 跟北市連移的江冠宇醫師連線 江醫師你好 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江醫師你是一線醫生 那快篩陽等於確診已經正式上路 以台灣的今天指揮中心公佈的新的數字 中重症有333例 那當然死亡的案例已經破百 你怎麼觀察目前的疫情發展 好 現在快篩陽 視同確診已經全面上路了 那之後我覺得確診數 應該還會再往上再爬 因為之前有蠻多說那種快篩陽 那資格還不服的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通路折上來 然後PCR的量也會奏錢 我覺得對於醫護同仁 在篩檢站的人力是一個志棒 不過之後也會轉型成說 這些篩檢站會變成 那個美國Test to Trade的 那個一線給藥戰 給藥速度會正快 就會考驗說後面的那怎樣的量 會不會夠 那這個是一個 那在今天的那個死亡數的部分 那我個人覺得說 其實大家不要慌 這本來就是我們預期之中 會出現的一個狀況 因為死亡他們其實是你人感染 然後變成重症 重症然後再到死亡 大概是兩週的延遲指標 最近你要回想到說我們兩週之前 我們再努力去暢通那些要開藥 開病毒藥物的那些行政上的負擔 花了多少的努力 這只是兩週之前就會反應出來的狀況 然後這些延遲指標 你在之前就是爬上高峰 所以說這些死亡數在 反應兩週之後的一個比例上的變化 所以之後還會 死亡數應該還會再往上升 可是整體累積來說 它還是會反應說兩週之後 那我們其實很多給藥的行政程序 都已經改善 所以好的母數會加性能 後面的人他變重症 可是比較不會死 這加性能之後 其實死亡數在過個一週左右時間 它就會慢慢的下滑了 好那你在第一線 這一個當專責的醫生 對於第一線目前的 這一個就診就醫的狀況 有什麼樣的觀察跟分享 我覺得應該都是說 我們正在走往 一個流感化的處置 雖然這個病毒 它還沒有完全的流感化 它的演化還不穩定 我們不知道說下一隻變異株 會不會重症率的站在往上跑 但是我們今天很多的措施 就是因為它量太大 所以我們的處置 會跟流感越來越下 就是說像是那個 慢慢都變成說是快篩 然後快篩馬上就給藥 像客流感一樣 法定傳染病也降級了 未來區隔也轉型 你有聽過說流感 還要做這麼多區隔的嗎 沒有啊 那當然就是說 這也很考驗我們台灣 很多的一些行政上的效率 法定傳染病上傳 還需要這麼的嚴格嗎 要不要更有效率 給藥也越來越有效率 很多像視訊診 視訊診我們可能台灣 因為受限於醫師法 變成說它的發展很弱 而經過這一次 你今天快篩陽 已經要變成說要全面都確診了 那這樣的話 它的那個量會更大 那你目前的所有視訊發展 能夠符合這麼大量的行政作業嗎 這都是要考驗台灣 一個未來的發展 還有說法規的一個突破 好非常謝謝江冠宇醫師的連線 謝謝香醫師 好洪醫師 剛剛我們聽到江醫師 他是台北市的專責醫生的 這一個一線的醫生的意見 那你怎麼觀察現在疫情的變化 以及臨床上我們現在看到中重症 確實整個社會感受到比較大的壓力 是在中老年人跟兒童身上 對第一個大家一直來確定一件事 就最近幾天我們看的本土的確診人數 都其實在八萬多人上上下下 那是不是已經到了高峰期 這個是我們最忠心期盼 到了高峰期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壓力可以紓解了 那當然那個我們講 我們講流行病學專家小組的 李秉穎李教授 他說應該到七月底 那我是認為 有可能在這一個禮拜 就會來到高峰 那大家說其實黑數很多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說 會來到高峰 我有幾個大家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是我們參考國外 從開始突破一百人次到高峰 大概落在時間點 我們抓時間 大概都六到八週 我們臺灣是四月一號 突破了一百人次 那如果以抓八週 防疫的比較不好 大概會因為大家傳染的快 大概六週 臺灣算防疫的還不錯了 人民會戴口罩大概八週 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大概是在兩個月時間 現在是四月一號到六月一號 所以我就覺得大概在這個禮拜 有可能以時間點來看的話 這次Omicron有可能會到高峰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你會發現 他們講說到高峰之後 會有一個平原期 為什麼會有一個平原期 因為某一些先發展的都市 先感染都市已經往下降了 但是有一些落後感染的都市 還在往上升 所以會有一個叫平原期 但有沒有發現最近 台中高雄的確診人數 已經趕過台北了 北北基陶已經達到高峰了 其他一些中南部的縣市 還在往上跑 就會形成一個平原期 所以第二點你可以看到 有可能從這樣 我想一個禮拜 有可能會達到高峰 第三個我們從群體免疫的觀點來看 所有的感染病專家都說太好了 我們只要打第三劑打到八成 我們八成人有抗體了 這個病毒就再也傳不出去了 到處碰壁 就會達到高峰就往下 那台灣現在第三劑疫苗達到多少 65% 那我們看一個 我們還有一個叫做被病毒打疫苗的 那個叫做我們確診者 我們確診者155萬人 以人口比例大概7% 但是7%一定有黑數的 我們會想說黑數大概多少 紐約他們做了一個血清抗體的測試 跟PCR大概黑數大概2.5倍 2.5倍 那我們說以目前大概 我們如果7%就可以估15% 我們給他算兩倍就好了 就15% 15%加65% 其實已經達到八成了 現在已經達到八成了 所以我剛剛講說這30% 這個達到八成 病毒傳不出去了 也會達到高峰 所以根據這三點的論點 我覺得一個禮拜之內會達到高峰 但是那個人民為什麼期待達到高峰 人民期待的是核實解峰 當然我們的專家小組首席 顧問李教授說 9月還是有點困難 最樂觀就是9月 我們來看國外的經驗好了 人民等不到9月的 人民等到高峰期過之後 大概在兩週之內 就會用民意去要求政府解峰了 接下來重頭戲 大家就觀察這一點 大概在兩週之後 當然政府一定還會再防疫 我覺得李彬寅教授他的意見 因為他是那個專家小組的首席顧問 有可能政府的態度要約略要到9月才解峰 解峰代表什麼意思 那解峰我也跟你討論一個政策 我有幾個商業企業產業界的朋友 對於現在出入境還要隔七加七 很有意見 因為你每天看指揮中心 以指揮中心今天來講說 台灣確診八萬多 然後出入境已經長期的 這一個境外移入不到一百個 都是幾十個 所以到底哪一邊病毒濃度高 那可是出入境為什麼產業界 很多人覺得應該要同步調整 因為確實企業界有很多人 他有商務的需求 而且長期的國際貿易跟商務的需求 在別人解峰後我們的壓力會更大 對 比如說我們講說台灣 最近要辦一個國際性的腎臟醫學會 可是每一個進來都要隔離七天 七加七 可是我們的日本韓國不需要 那我們會不會全部都改成去日本韓國舉辦 當然會啊 我只是覺得只是腎臟醫學 那所有的那些參展的一些 所有商業的參展都會照這個模式 我覺得人民是受不了這個東西 所以自然會有一個人民的要求的力道 所以在包括新加坡包括南海 其實在高原期過之後 兩週就會逐漸結婚 我剛講說六月一號搞不好就到高峰了 六月初 那有可能到六月中 人民的聲音就會出來了 那出來之後 我們講說我們的那個指揮中心 會不會依照民意 我覺得還會有一番掙扎 根據以前 那當然我這邊也是期待這個 這個提出 根據民意一定會有 我們那些地方長官提出來 我希望是由那個 鄭文燦跟陳其邁提出來 這個就會比較容易 如果是由柯文哲 柯P還有侯友宜提出來 絕對會比較晚 所以我是期待 這個是人民的心聲 所以你希望柯文哲跟侯友宜 先不要講 對 要陳其邁跟鄭文燦提出來 這個絕對會比較容易 我覺得當然會根據民意 大概一個月之後 也有可能就逐字解封了 這是我比較樂觀之處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疫情就是選情 昨天晚上蘋果日報做了一個網路的即時民調 在這一份民調當中 陳時中的支持度是48個百分點 領先蔣萬安的支持度38個百分點 領先10個百分點 然後在這一份民調當中 黃珊珊直接被邊緣化 她的支持度只有10個百分點 我先請教一下鄭浩 陳時中現在還卡在指揮中心的位置 可是引引來有一股力量 拱她選台北市 那你怎麼觀察現在選戰的攻防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這個民調坦白講 如果懂民調或長期看民調 人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民調 第一件事情 因為她的不表態率 就是說都不表態是2.1% 什麼時候投票率 有的98%的人會去投票 然後不表態率是2.1% 一般來說我們大概看民調 不表態率都是3%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蔣萬代38.5%跟黃珊珊10% 跟我們過去看到的這個所謂民調 大概都差不多 這個蔣萬還略高 一般我們看民調 蔣萬代35%左右 黃珊珊大概10到13%她會浮動 那陳時中的長期觀察 她確實有到4成的時候 最好的時候 絕對不會是48 她最好的時候有4成 可是最近一些比較公開民調 她是有往下滑的 甚至更誇張的是 她跟蔣萬代是有死亡交叉 她已經滴過蔣萬安了 所以這件事情要怎麼看呢 我覺得有幾件事情可以看 第一件事情我原本以為 蔣萬安這件事情 就是說在整個防疫的過程中 她消失了 還確診了 不見了 對蔣萬安來說應該是個扣分 因為她變成是指揮官 大戰指揮官 就是黃珊珊大戰陳時中這種味道 你被邊緣化 可是現在回頭看 因為防疫很多人對這件事不滿意 反而蔣萬安邊緣化變成一個好事 就是說她不爭也不解 那黃珊珊有略加一點點 可是略加幅度跟我們想像完全沒有 應該是這樣講 她略加幅度跟柯文哲攻擊陳時中的 攻擊幅度不成正比 照理來說 柯文哲天天炮轟天天炮轟 如果炮轟對的話 應該不會只有多個一趴兩趴 可是陳時中是顯著下降 甚至我看到一個民調 中間選民支持陳時中只有十來趴 這件事情就很危險 我觀察現在整個陳時中支持度 就是說綠的尤其是非常非常支持民進黨 對於陳時中是自死不渝 明明藥不夠他們就說 藥夠啊藥怎麼不夠 剛開始4月6號的時候 藥才八萬份還是十萬份 你跟我講夠 然後呢明明快才不夠 他說快才夠啊是你自己不愛排隊 所以綠的人對陳時中叫做自死不渝 可是確診這件事不分藍綠啊 你今天只要家人確診 朋友確診或是我確診 在整個確診的過程中 消費者體驗不好 民進黨直接說 你消費者體驗不好 你去罵陳時中 罵侯友宜 罵柯文哲 你不要去罵陳時中 那不可能吧 對我來說我就都罵嘛 你今天就要侯友宜 或柯文哲有沒做好部分 你中央指揮官不會介入嗎 那為什麼你要到最高指揮官 好陳其邁做了一個很好 就是一戰四給藥 你為什麼不搶先把陳其邁的東西 推到全國 所以這些事情都會包在一起 好陳時中民調下降 下降是一件確實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陳時中 什麼時候要解封 就是說我們解封 陳時中不見得可以解封喔 他的解封是說 他要離開指揮官 去選台北市市長喔 這件事情很殘酷 我知道剛剛在談嘛 什麼什麼什麼 九月恢復正常生活 六月到高峰 六月到高峰 然後一路往下 好今天還有一萬利 兩萬利確診的時候 陳時中怎麼走 很怪嘛 就是說你今天還兩三萬利 每一天都有人說 你說拍誰 我小弟我要去選舉 交棒很怪 你怎麼樣大概都要到 我認為一千利上下 或是百利這個味道才對 這當然是這樣 如果要到這個數字 搞不好今年沒有機會 我跟你講你 你不可能幾千利 幾千利還會有人死亡 我們還是希望指揮中心要存在 對不對 你未到幾百利 我覺得還勉強說得通 幾百利的狀況之下 他搶時間不是搶九月搶什麼 七月民進黨全代會 OK 這個東西是關鍵 因為民進黨慣例嘛 七月全代會這件事情 要大家一起站在 啊啊舉手動算動算動算 那七月的時候 能夠到一萬利以下嗎 我坦白說是個大問號 第二件事情 好你七月全代會 沒有陳時中的時候 你硬把台北市場空的 那林家昊怎麼看 其他人怎麼看 你不可能一人設施到這個程度嘛 所以陳時中是兩件事 一個是跟疫情在賽跑 一個跟防疫在賽跑 一個是跟時間在賽跑 這兩件事 都要完全Mapping到 Match到陳時中 才有可能離開嘛 所以看起來現在略有難度啦 好那我請教一下威良 疫情喔 確實也影響了經濟影響了生活 台股今年喔 特別是最近這一陣子的成家量 經常是兩千億喔 去年這個時間點 台灣一樣在封城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520的時候 其實是三級的封城最緊的時候 但是那個時候我在這裡錄影啊 每天成家量五千億 六千億七千億 那個時候封城封了一堆散戶 在那邊殺進殺出 可是今年的狀況完全不一樣 對那當然面對的一個 經濟的考驗也不同啦 那一方面就是說 今年其實不像去年 大家是walk from home 身體是健康可以當沖 沖這個航運股沖鋼鐵股 但是今年是確診人在家裡 這個身體大概就不舒服 心情更是低落 那我們看到其實美股的一個 表現來說的話 昨天為什麼出現上漲 因為公佈了五月份呢 聯準會的會議紀要 其中顯示呢 多數的委員還是支持呢 六月七月升息兩碼 漸進式的升息就好 不過目前看起來整個全球股市 還是有點跌升之後呢 在這邊以盤待跌格局 那我們看到中國封城 長達一個月以上的影響 那這邊其實蘋果今年呢 秋天要問世的這個最新的 姑且稱為iPhone14旗艦機種 預估至少已經有一款 新的旗艦機種 它一個研發的一個進度 受到了影響 那這邊市場傳出就是呢 這個代號叫做iPhone14 Max 那估計是由河塑來代工的 那這邊來說 已經日以繼夜在趕工當中了 那目前來看的話呢 其實中國的一個生產地位 逐步的一個動搖 主要就是在於整個政策的一個 不確定性高 所以其實蘋果已經逐步希望增加 在中國以外地區的生產比重 那當然最被看好的 就除了越南之外呢 那大家呢 其實眾望所歸就是把重點 放在了印度的一個擴產 那我們其實看到了 在印度代工的iPhone產量來看 去年大概全年度是七百一十三萬隻 佔全球三點一趴 那今年的跨可以大幅度倍增到 一千六百一十萬隻 那比重提高到七趴 不過中國呢 這邊來看 它還是有一定的一個生產優勢 包含訓練有數的員工 以及呢 最重要對蘋果來說 是藉由呢 在地生產 然後在地銷售 綁住它的市場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個台經院這邊 所提出來的預警 目前台灣的產業前景上面 籠罩了三朵烏雲 分別就是烏俄戰爭 導致原物料價格飆漲之後 歐美需求大減 那第二個部分 則是中國封控 那形成呢 目前整個供應鏈的瓶頸危機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回到呢 台灣的一個本土疫情的變數 事實上現在有越來越多廠商 擔憂未來半年的一個經濟前景 那基辛格 就英特爾執行長 基辛格提到 其實估計這一波的一個晶片短缺 會延續到2024年以後 那關鍵的原因 其實不是因為廠商沒有擴產 而是因為擴產 你需要機器設備 而這些重要先進製程的機器設備 其實目前也是非常非常的短缺 那另外我們看到 這個恩智浦參加這個CompuPax 這個台北國際電腦展 那其實也發表了這個5奈米晶片的一個車載晶片 那是跟台積電來做一個獨家的合作 那其實在恩智浦目前全球的一個車用晶片市場來看 他算是一個領先者 那估計在目前其實半導體產業比較分歧的前景之下 那車用這塊市場還是相對受到比較多數的法人看好跟認同 那另外其實市場傳聞這個5G手機晶片砍單的消息已經很久了 那這邊外資透過供應鏈的訪查 那確認說說 估計台積電這邊有一些這個聯發科之前預定的產能 已經有做了取消的動作 那主要就是在於5G晶片 現在看起來需求的確是有一些滑弱 不過至少來說的話 不管是聯發科或高通 起碼沒有面對景氣下滑風險的時候形成價格戰 所以外資還是給予聯發科一定的肯定 那三星在發展這個自由的一個行動處理器上面 其實還是堅持不懈持續努力 那甚至內部成立一個號稱為夢想團隊 那希望目標就是在2025年的時候 能夠把這個打造的自由處理器導入到旗艦手機 而且希望目標是能夠超越蘋果 那根據統計機構的一個這個數據 第一季的Net Flash 那不管是在未原出貨量或者說平均銷售價格 都是呈現了下跌的狀況 整體產業營收是下滑了三個百分點 不過在第二季部分 雖然消費需求還是比較疲弱 但是企業資料中心的需求增加 再加上凱霞事件的影響 帶動合約價格上漲 第二季渴望帶動整體產業營收 激增成長一成 那台股最近就是一跌一漲一跌一漲 那今天則是下跌了一百多點 那外資也是賣超又是超過了百億元 所以這邊看起來 全資股都還是持續在這裡 要進行一個反覆打底 那相對來看的話 有一些業績面的題材 或者說股東會的題材 比較有機會推升股價 包含像專攻電子紙的元泰 最近獲得法人上修財策 那長榮即將召開股東會 那昨天召開股東會的股東 召開股東會的股民 那看好今年散裝航運的景氣 能夠一路延續到年底之前 都呈現相對好的榮景 那至於說投信之前任養的一些個股 就必須要留意 像高本益比的資源 或是說這個 目前今年以來 股價比較弱勢補跌的 像載板股票 南電緊縮等等 好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